在偶像一哥贺君祥拍摄的全裸写真集之后呢 在《西里人7》饰演蓝总监的佑胜 他也远覆了澳洲拍摄的性感的写真集 除了有背部全裸呢 甚至在海边也有用岩石遮住了重点部位 展现全身的结实肌肉 但是呢要拍这本写真集还真的不简单 因为呢澳洲当地的海边只有摄氏三度 男偶像呢是冒着低温挑战全裸素颜入境的 不得了犀利的蓝总监这回大解放了 远赴澳洲海滩边 佑胜露出结实的胸膛还有B绑 只穿着海滩裤 外加透明薄纱黑外套 展现运动型男风 女粉丝要不疯狂实在很难 那既然是写真 佑胜挑战了自己荧幕前的尺度全露了 只用岩石遮住重点部位 要展现健康性感 我拍完我直接下来 我就往车里躲什么都不想 然后就说哎刚拍的不错 我说有吗刚到底拍的什么 我没有影响因为真的真的太冷 就算冷到皮皮粗 但只要照片拍的好看 佑胜说一切都值得了 而且不止在只有摄氏三度的低温中工作 这门写真也挑战了全裸素颜不上妆 让粉丝看到最man的自己 直就这么巧 同时偶像剧一哥的贺君祥 也出了全裸性感写真 最用钱只穿着小裤裤 两人同样有着帅气脸孔 健壮身材 装的是腹肌都有好几块 是乃及杀手的偶像 各有死忠粉丝 拍写真不再是女艺人的专利 男偶像镜头前耍man耍酷 耍性感也为自己赚尽 新台币 这就是史诚明少想 太不到 对比门 是自权的